讲说2013年11月的时候呢 他把钱存到一个投资的这个 叫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投资公司啦 然后他把钱投资进去之后呢 中间他发现他们根本就是一群诈骗集团嘛 那2014年的时候呢 他又找这个是朋友介绍的 所以朋友介绍他去投资 这公司根本是假的跑掉了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之外呢 他还拉了好几个朋友过来 也让朋友们一起去投资哦 那按照他的这个说法讲得很细 他到香港去找了投资公司 人家给他1600的支票回来以后呢 支票又发现退票了 那他这段时间呢 他到底要怎么去追讨 有办法跨国去追讨人家欠他的钱吗 那既然当初这个投资 然后发现是一个诈骗 人家是空壳公司 像他这样子是被别人介绍去的 介绍他的人要负责任吗 那他自己本身也拉了好多人进来 他本身也是介绍人 那他有没有法律责任啊 像这样的这个法律问题 我们当然要请到我们的法律专家了 今天为大家要请到的 这是我们邓宏律师书所的邓宏律师 哈喽邓律师你好 你好小美你好 我要首先在回答之前恭喜你 恭喜小美 尤其是大家今天看世界报也知道 里边的话小美的先生 Adam 张耀元当选罚官了 因为其实这个小美的话一方面的话 这个家人的话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Adam的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检察官 他现在出任的华人罚官的话 真的是非常替我们华人尊贯 谢谢 恭喜小美 谢谢 请多多指教 谢谢 对对这个部分了 另外方面 回到这个问题方面的话 当然投资的方面 像我们像银行去存钱 以后如果是银行破产了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话 我们有FDIC的insure 可以最高拿回25万的投资的 但是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因为投资在香港在海外 所以你的钱到了海外之后 你要知道哪一个政府部门会管理呢 没有政府管理的话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这个风险非常大 所以的话你只能是靠朋友 靠面子这类的话 就是前海到海外去 以后你说立案 FDI的话会说你这个案子的话 是在海外的 我们没有这个司法管和权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算你这给你这个支票跳票了 但是的话你这样银行的话 如果你在LA County这部分 你可以说这个你像当地警察报案 以后LA County检察官办公室 会发函给你你跳票了 以后你必须要付清这个钱 否则我们刑事起诉你 但是因为你这个支票抬头的话 这个银行是在海外的话 谁也管不了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里边的话 往往我们华人投资的时候的话 太多的骗案的案子都在网上进行 以后的话 前两天我又收到一些朋友的 求助的案件 他们是冒仿的话 海外中国的这些大的投资公司 开了户 以后没想到的话 开户的东西全都是假的 以后钱拿走了 以后报案了 谁在美国的话 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可以帮你来忙的 就算你告进去好了 你告谁啊 以后这些人的话 怎么收船票啊 以后就算你赢了之后 怎么去inforce 怎么去collect 怎么样去 这些东西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投资的时候的话 你现在说再找律师 想办法来追回钱 那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律师有职业操守的律师 都会跟你说 不要use good money to go after bad money 那些钱追不回来的 你是基本上就等于投资失败了 但是如果你再有任何人说 我可以帮你追回钱的话 你付我多少钱的费用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在做投资 尤其是海外投资 网上投资的时候 要格外的小心 不妨问一下 多花在那么这样辛苦的退休金 还有自己的职续交给别人之前 问一下自己的会计师 问一下律师 做一些背景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银行只给我1% 为什么他们这些 请的经济师 还有精算师都是笨蛋吗 为什么他能够给他20%的回报率 肯定是有很多猫腻的地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不要贪太多的投资案子的话 投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贪念 以后你要想想的话 银行之所以给那么多的利息 就是因为这个联调储的话 Best result的部分的话 只有0%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说 你银行的赚钱的方法 就是从投资人拿的钱 以后再去投资 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为什么这个有法律管和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当然是这个比较有保障的 所以就像的话你向银行开户 就算银行关闭的话 有25万的保证 是的 听众他很担心啊 因为他担心说 哎呦如果我那时候已经介绍好多人去了 我跟了左右邻居讲 我还跟我的好朋友讲 结果他们也都投资了 那现在人家也来找他 就是说你要负责你介绍的 那他有负责任的这个 有这个纠纷吗 这个义务吗 在过去两年的话 有一个叫香港的投资公司 也是一样的话 现在正在联邦案子里面 在东岸还有洛汉基地方 很多这些华安社区的房地产经济 都纷纷投资的介绍 所以的话现在好几个人的话 也是一样 他是老鼠头 以后都被别人告 都是介绍过去的 拿到佣金以后鼓励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说 你介绍人 如果你明知道 或者是有理由知道 这个是个骗局 你还是鼓动别人去 因为作为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会有刑事责任在里面去 所以的话这个千万不能 因为他就像拿到一个佣金一样 以后的话 你就是也是共谋一样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的话 在我们华安社区最常见的 就这种Infinity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很多公司的话 我们招聘人才 招聘这个人才里面的话 他就是说 这些人带他们的亲属过来 他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亲友为了工作表现 以后找到这个新的工作 爸爸妈妈的钱全都投进去了 到头来的话 这些公司一倒闭 以后的话 这些亲友的话 租的钱也被卷走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也不要一片片面相信的话 这个找工作 让你有发财的机会 往往发财的话 就是坑你自己家人 还是亲友的 所以你自己 可能是赚到一部分的佣金 但是的话可能20% 你自己赚到了80%的钱 可能不见了 那时候的话 你就真的是没脸去见自己的江东父老了 这真的是刑事责任 如果你明明知道是诈骗集团 你还介绍人一起进去的话 哇 那这个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要特别注意小心 哦